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箱实验室 这是第二幅画,名字叫《深井蝴蝶》 这幅画的灵感,创作灵感来源于最近发生在西安市的一个悲剧 2022年的5月12号晚上 一个小男孩应该是在晚饭后与父母回家的路上 不慎掉入了一口,坏掉盖子的深井之中 父母眼看着孩子被水就冲走了 然后这个事情我也一直在关注 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所以看到这个新闻非常的痛心 先市政府很快就开始大规模的搜救 但是直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 小男孩还没有被找到 而且大家都知道,感觉找到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了 这一事件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反思 先市政府因此开展了全市井盖的大排查工作 并为全市的下水井内安装了防坠网 以防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小男孩的悲剧呢,令人非常惋惜 也非常痛心 可是我觉得这一个世界呢 却又如一只煽动翅膀的蝴蝶 它也给整个城市带来了改变 至少现在我们走在路上 看到井盖 就想到下面有防坠网 真的就觉得安全了很多 对,我本来想画一个就是深井的感觉 但是这个画笔感觉不是很黑 所以这个井呢,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使人感到孤寂和恐惧 我觉得孩子在井下肯定会非常的恐惧 希望他在天堂能够幸福 下辈子能够幸福吧 真的很令人痛心 然后水的这个漩涡呢 我想画成类似于蝴蝶翅膀的样子 对,就像是蝴蝶象影那样 这个世界是给整个社会带来了 比较大的一个社会影响 也促进了社会的一个改变 然后这些看起来像圆圈一样的星星 里面我画的是井盖和防坠网 就代表着整座城市的井盖都装上了防坠网 就像是这个黑色漩涡里面的 阴影火光 然后是更加安全的一个希望吧 然后到了这里呢 其实我是想用这种黑色的线条代表 复杂的地下官网之中的 流水 是一种像漩涡一样的东西 因为整个事件是一个悲剧 所以就会使人感到有一丝的压抑 压抑之中又透着希望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蝴蝶翅膀中的就代表的是现在市民在走到井盖的时候 坠落的可能性就变低了 它们就更加安全了 嗯 画得不是很好 对 橙画就是这样的效果 谢谢大家观赏 我们下期再见